DANIEL 陳浩元 嗨 到了 今集的馬路自己有 第一位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就是Daniel 陳浩元 Hello 大家好 今天帶了兩個朋友來 重情的朋友 重情的朋友 和一個較輕的朋友 但他意義都心重 他陪了我很多年 是嗎 不是這塊 但這個運動陪了我很多年 先說這塊獎牌 就是過去在東京的殘套當中 的銅牌 真是重的 是否真的重 重啊 我上次去活動 離遠望過一次 太多手摸到那塊獎牌 我有手段做不到這件事 這次是第一次拿 真是重 很重的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他 是掛在頸上 然後也有一點 真的很重 跟意義一樣重 對 說起意義 當年他重 就是一個很實質的東西 但是意義深重 嗯 當初加東意外之後 選擇了 去做一個 輪椅羽毛球的運動員 當初你已經想著做運動員 還是你是熱愛羽毛球 所以選擇這項運動 是熱愛羽毛球 所以選擇這個運動 而我也覺得這個運動 是挑選了我的 因為其實最初我沒有特別去想 做一個運動員 只是一個傷殘事 但我又喜歡運動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任何年紀 身體有什麼限制 男女不同的膚色都好 你應該都是要做運動 還有最好是一個 生活時間的運動 譬如有些人是足球 有些人是排球 我覺得我都應該要有個運動 最好我自己坐在輪椅都玩得到 結果我在醫院的時候 就有些朋友 就來跟我說 其實有個運動 輪椅都玩得到的 你以前都玩開 就是羽毛球 那他可以繼續的 那我當時都沒有想那麼多 我是不是做運動員 是不是做代表隊 要出去拿獎牌 全部都沒有想 就是覺得有個運動 可以讓我繼續這樣玩 繼續這樣去 儘管坐在輪椅都繼續動 那就好了 所以就去嘗試 剛才我都說到 在香港第一位的 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這條路就並不簡單 通常做第一位那個 都要做所謂的開方銀 或者摸著球鼓 羽毛球 有來有往才是羽毛球 那你是唯一一個 其實你是怎麼練的 所以這麼多年 在香港我都是找一些大眾 就是站在那裡的朋友 跟我練的 當然啦 隨著我的水平 不停地提高 我都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我可以去到外地練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是香港 譬如和教練 和隊友 甚至在街上 很多不同的羽毛球的朋友 都有跟我對打過 因為輪椅羽毛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殘疾人士運動 它是可以真的和健全人士做一個對打 儘管我坐在輪椅裡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對打 其他運動可能未必真的做到一個真的相見 一齊一齊玩 但是羽毛球真的做到 因為好像馬路邊你說 是來來往往的 變成是可以做到這個對打 我們在訓練中 很多時候都是和隊友和教練對練 他們都會模仿的 譬如他們不跳高 或者我隊裡有兩個矛肢組的隊友 其實他們都是米三四高 其實和我坐一輪椅差不多 當然他們會跳 但是其實都相似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對練 在出戰之前 其實你也參加過很多的細錦才 在這一段時間 我想教練也會和你密集式的訓練 沒錯 那他怎樣訓練呢 坦白說 雖然那個分別不大 你們用半邊場去比賽的時候 那個進程方面 前和後的時間都會不同 教練怎樣去配合你呢 首先有兩個情況 一就是剛才馬路邊都很清楚 知道我們打半邊場 我們因為半邊場的關係 那個場不是認真很大 所以我們的比賽的長度很長 所以他要練我的耐力 練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就放了很多時間 去練一些很長度很高的訓練 譬如我在比賽中 分別都打過那些 七十幾分鐘六十幾分鐘 甚至一局超過三十分鐘的比賽 所以他會練一些 Duration很長的訓練 其次就是他做了一個 simulation 他做了一輛BB學行車 大家幻想是那些BB學行車 只不過他是用輪椅改裝 他兩隻腳都到地 他就這樣走來走去跟我打 一來他模仿到那個高度 二來他跳不起 我變成做預測預判的時候 都會好些 所以儘管受著大環境影響 我們不能出去 不能做到最好的準備 但起碼在我們自己控制的範圍 我們先準備好自己 這個真的很重要 剛才我們說過這塊獎牌很重 是意義方面 我想其實運動 不論哪一個項目當中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那個全球性 當大家去參與這項運動 很多時候大家都見到那些片段 就是去可能外地那裡集訓 或者有些外地的朋友來集訓 當然疫情現在做不到這件事 在過去這麼多次的比賽當中 當然大家會想落得準牌 第二我想在那個意義方面很重要 對自己也好 或者推動整個社會也好 那你有沒有說哪些賽事當中 令你比較難忘一點 是可以跟我們分享到的 嗯 如果算過比賽的重要性 或者難忘的 我會覺得是 今屆殘奧裡面一場四強的賽事 因為我率先在小組賽 以次名出線 其實大家原本 我和世界第一場比賽 應該是決賽見 但是因為小組就輸了一場 次名出線 變成我很快就去了他那邊的線 四強就跟他打 我們大家都沒有預計 我們就做一回合就對了 而且大家都覺得 我們兩個在近這四五年都壟斷了 我們的項目 大家應該值得在我為止 但結果我們就早了一輪對決 我相信盡管我們做了一輪對決 但我們都呈現了一個很精彩的比賽 給香港觀眾也好 或是世界各地的觀眾 到底最高水平的輪流 的水準是怎樣 結果我以三國落敗 打了六十幾分鐘 但是我都覺得是沒有後悔 因為他付出了他最好 我付出了他最好 而我都是再次過一次 就是如果我要選一個人 去停止了我 我的進程要輸給一個人 我覺得輸給世界第一金證盡是值得 因為他很多年都是我的頂峰 因為我們的水平線那麼高 因為我過來都要追著他 所以他是值得去贏這個賽事 懂英雄更英雄 而且我見你說起也有一點緊概 少許 大家都說了友誼第一 其實我想這件事是真的 對於你來說 我想遠無求不僅是友誼 親情方面 媽媽 現在的太太也有很大力的支持 當然他兩個在我意外 我站在身上已經被很大的支持 還有付出了很多 特別是在我發展於毛球事業 或者是我的運動員事業 這方面他們兩個更加是無限量支持 我想對我們運動員來說 有時物質的支持是需要 但我的模型的支持是來得更加重要 在最初當我說一切夢想 包括我要做香港第一個頂峰球代表 我要成為全球運動員 我要追奧運 因為以上講的一切當時是未有的 全部都要慢慢一步一步走出來 不是我不去做 而是制度上都沒有 包括羽毛球區不是殘留項目 包括香港是沒有全職化的殘疾人士運動這個制度 要一步一步政府支持 然後國際又放了它 進正常規項目裏面才有 他們在什麼都沒有 我說一個空夢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無限量的支持我 一來是絕無僅憂 二來有他們的支持我才可以走得那麼遠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在走這條路 甚至有人覺得我撞車撞傻了 是否說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會說全香港沒有殘疾人士做過 你想去做這個代表隊呢 為什麼你又會說你想去打奧運 奧運都沒有這個項目 甚至有人覺得你做運動員 這個是玩一下 玩幾年 因為可能你一個意外 你覺得沒有了自信 難得有一件事 你玩幾年 玩幾年之後正正經經找一份工 他説不到現在 我將一件他覺得不正經的事 這麼正經地呈現出來 在當時一個這樣的情況 他們這樣的無形的支持 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最大力的支持 也是我可以一路走下去的動力 所以在人生路上有很多不確定的事情 也會有很多人沿途的支持 當然人生路上有很多事情 你放手一搏沒有問題的 無悔的 但我們在說你也是駕車人士 在馬路上有很多事情不能搏 是的 例如說回我的意外 其實當時我的意外 我是坐在後座的 前面會有司機和副駕位 都有一位乘客 當時我不幸 其實現在在副駕位 我的乘客已經不是 在意外當時已經離開了 因為當時沒有駕駛安全帶 所以在意外的時候 他就拋出車 就變成了不在 我當時很幸運 我在後面 我又駕駛安全帶 所以就救了一命 今天才在這裏 可以和大家分享 所以都是呼籲大家 無論你覺得 我的司機是多麼順得過 多麼安全 或者我段路是多麼短 或者是多麼熟悉都好 都做回一些最基本的駕駛 或者做乘客的時候 一些安全的指引 或者一些安全的動作 例如配戴安全帶 不要睡著 那些 香港人 繼續會支持全世界的運動員 我們先給點掌聲 謝謝 我們在幕後都在鼓掌 都希望過了 所謂的奧運熱潮之後 大家真的繼續關注每一位運動員 又或者其實未必說 每次都一定要做全職的運動員 可能在有時候生活當中 你有一個運動對你的身體 心靈上都有一個好處 絕對是好的 運動是一個好的工具 還有一個好的平台 讓大家身心發展 還有人和人之間溝通 包括我們經常說相見共融 不同種族共融 不同年齡的共融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 每一天做運動的時光 下班 下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